九花八 新闻线 晚上七点三十分 哈喽 你好 我是Chloe 你好 我是湘君 今天呢 其实有相当多的政治新闻 要跟大家跟进的 当然呢 今天还有另外一则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他就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主线里头 新闻主线 怒了 李宗伟炮轰 于总没有及时处理新球场的问题 害他受伤错过全英赛 连环强奸犯回马 说到自己已经悔改了 他将会定居在吉隆坡 东马就是禁止他入境的 贸销部展开全国取缔行动 充公猪毛七双 前首相组部长在意 布拉辛宣布他会加入行动党 证明行动党没有反无意 这好人物呢 他昨天其实就已经有 稍微透露一下 今天呢 会有相关的一些宣布 那大家猜说他应该是加入行动党了 那曾经先后加盟公正党 还有惠民党的前首相组部长 在意布拉辛今天就宣布 加入行动党再战政坛 他就表明说自己加入行动党 并没有要待任何的党职 但是如果行动党有意思在来 接大选委托他上阵的话 他是愿意接受的 而且他自信满满的说 我还有胜算 那在意布拉辛今天早上就召开了 记者会当中呢 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有出席 包括了土著团结长的主席敦马哈迪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以及代主席陈国卫 诚信党宣传主任卡丽莎莫等等 那这次的记者会呢 没有看见任何的公正党领袖 还有党员出席 但是呢在意布拉辛就说 他已经获得了公正党总秘书 塞夫丁的祝福 那他的这个公正党的好友呢 也因为有法庭的案件 所以是没有出席这个记者会的 在意布拉辛他就声称 加入行动党是他个人的意愿 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在意布拉辛他的背景了 他其实在2008年308大选之后呢 是受委任成为负责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的 但是他在六个月之后 就因为事不迭去国会议员 郭素庆还有布洛克 拉罗伯特拉等等这些人呢 在内案法令下被逮捕之后 他就很生气就宣布要辞职 并退出乌统 以表达对于滥用内案法令的不满 他在同一年的12月 被乌统开除了党籍 并在2009年6月加入了公正党 那曾经在公正党的旗帜下参加 乌雪国会议席补选 但是落败了 之后呢就因为跟公正党的领导层不和 所以又退党了 成立了一个叫做惠民党的 但是呢最终因为党内部的这个派系斗争也辞职了 其实现在啊 就是在意布拉辛他宣布要再进这个政坛 有很多政党可以选择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行动党呢 在意就说到 他是一个有原则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一名有责任感还有诚恳的政治人物 所以呢他会要拟定公平的政治管理国家 也因此他相信行动党能够协助他实现这个原则 那他也补充为什么他不加入土团党呢 因为土团党拥有不少著名的马来领袖 那反观行动党比较少 所以他希望借账的机会 吸引更多的马来人支持行动党 也从中带出 行动党并不是首相纳吉 还有国阵形容的那样反马来人 其实行动党是在意 伊布拉辛加入的第四个政党 从巫头呢去到公正党 再成立一个惠民党嘛 所以呢就看到了前首相 就是兼土团党的名誉主席 敦马哈迪他呼吁在意 要待在行动党长久一些 不要像一些政治青蛙那样 动不动就往这里跳往那里跳 他也说呢随着在意加入了行动党之后 他希望呢对方的政治经验 也就是在意的政治经验呢 能够为行动党做出贡献 那从而协助行动党成为 执政政府的一员 不再是永远的反对党 其实行动党在今天 进行了几项大事 其中一个就是今天早上进行的 这个在伊布拉辛宣布加入行动党 另外这件事情是在下午主办的 这行动党主办的 拯救大马圆桌会议 今天下午就在巴达林在野那边举行了 有超过100名希望联盟的成员党领袖 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都是有出席的 土著团结党主席敦马哈迪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国会领袖宣传秘书潘检伟 公正党主席万安兹杀 国家诚信党主席穆罕默沙漠等等呢 都有出席这个会议 当然也包括了全国人前协会 主席安美嘉等等 那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在致开幕司的时候就说 如果首相纳吉同意成立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 调查马哈迪在担任首相期间 涉及炒外汇 导致国行损失300亿令吉的这些案件呢 那就应该要先调查1MDB的舞弊案 当然在这次的原桌会议上 各党的领袖也在现场 签署了一份长达17页的诉求 这个诉求就是关于 拯救马来西亚倡议的联合声明了 有一些事情呢 能够明文规定下来 像这些协议呢 其实可以一条一条 这样子去审视跟遵守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 就出现了一些矛盾点了 比如说像是这个 连环强奸犯回到马来西亚 那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有人就担心 他可能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呢 会不会再犯案 所以呢 就搞得人心惶惶 那根据媒体的报道 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犯下了 多宗性侵案件的大马级连环强奸犯 西华古马呢 将会定居在吉隆坡 西华古马是在今天早上 7点30分的时候 抵挡马来西亚的 那各家媒体在早上7点 就开始守候在出境处 不过出境处那边等了 差不多超过三个小时 都没有看到西华古马 就相信他可能是 通过其他的管道离开了 那之后呢 其实网络媒体自由今日大马 有在报道中就说到 引述一名和西华古马家属 非常熟悉的朋友 那这个报道就说到 西华古马是会在吉隆坡居住的 并不会回去他的出生地 也就是槟城了 那雪珠行事调查组主任 法资的高级助理总监 他就说西华古马已经在加拿大 完成了24年的监禁 那现在他是自由之身 跟一般的民众是没有任何异样的 那根据早前的一个报道 那西华古马在1992年 因为19项性侵的控状 28项滥用毒品 还有10项商人等等罪行 被判24年的监禁 那控方就说他下药迷奸 还有性侵至少30个妇女 但是可能呢 这个确实的受害者人数过 据说是有上千人的 那全国警察总长卡丽阿布巴卡就说 西华古马回马之后呢 会受到警方的监视 来确保人民的安全是获得保障的 他就说到西华古马没有在我国犯罪 所以警方是没有权利限制他的行动的 但是警方会监视 而且这项监视会一直持续一段时间 让大家可以放心 那就问到警方说 会不会把西华古马列为性犯罪者监视名单呢 那卡丽就回应说 大马现在呢 是还没有建立这个性犯罪者注册登记名单的 那针对这件事情 他回到马来西亚呢 其实呢 东马方面有一些动作 像是沙巴州政府就宣布 不会允许这个西华古马入境沙巴 沙巴州政府首席部长穆斯阿曼就说到 沙巴州不欢迎现年56岁的西华古马 因为他对国人的知识安全构成了威胁 尤其是女性和小孩 那另外一方面 沙拉越州的警方总部 那边有消息也是传出 警方不允许这一个西华古马呢 进入沙拉越州 如果他进入的话 将会被扣留调查 那这个西华古马呢 其实是来自槟城的 槟城是他的出生地 那槟州政府就说 他们没有权利阻止他回到他的家乡槟州 槟州学长林冠英坚在记者会上面 就被记者问到会不会禁止他入境 那林冠英就说 只有东马就是沙巴跟沙拉越的州政府呢 有权这么做 那滨州政府是没有权利发出这样的禁令的 其实这个关于西华古马回国 就有一连串的报道 然后不同的地方政府也发表了一些言论 西华古马自己本身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他的亲友有透过媒体 就表达了一些西华古马的说法 这个亲友就说到 西华古马其实已经向家人表示 他自己真的悔改了 那网络媒体自由近日大马是引述一名 和西华古马家族非常亲密关系的人士 报道指出 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西华古马因为他样子很帅 然后受到很多女性的欢迎 那他就开始做一些 可能比较无法无天的这个行为了 他的家人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行为 就把他送出国外留学 可能希望他可以学乖变好 那刚刚之前就有说到呢 有可能这个受害者的人数超过1000人 那这个亲友就说 这个指控呢是不合逻辑的 那他就说他这个西华古马的家人 希望呢这件事情呢 可以告一段落了 今天究竟是哪个政党犯错了呢 今天的每日一字非常有趣 有党犯错 A党B犯西错 先来看A党代表的就是 在伊布拉新宣布加入行动党 他非常自信的说 下一届大选他还有胜算 那B犯呢说的就是西华古马 大马级连环强奸犯西华古马回国了 那沙拉越跟沙巴呢都下了禁阻令 错这一个字说的就是李宗伟炮轰 说自己受伤确证全英赛都是余总的错 那今天你特别关注哪一个字呢 欢迎上到FM988underscoreMY来投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